我亲自的多次听到共产党 包括青岛的整个的潜水艇舰队 他们都当面说过 对台湾搞到了几次地震 不就玩球弹了 大不了他说 你看把南半个站震掉 真不行北边震掉 留在中间那一块 他不就撒球了 还有一个 他说如果美国还想打 咱就把美国的打仗给他打出地震 用美国的导弹给他打出地震来 然后说我控制在7.3以下 台湾就是半废 我过7.8 台湾基本就完蛋 他说你可让台湾趁到岛里去 也不能变成美国的 说永入不衬的航空母舰 这是当时 这基本上不是一个人说 两个人说 2007年 习近平还没当上总书记的时候 听说跟军队人们开会 就是当时那个国防部长 喝醉酒 还有那个在新军馆闹事之后 习近平已经大权在握了 时间的时候 已经差不多了 那时候已经是郭伯雄 许才说也就威了 听说谭台湾 习近平第一次暴露自己的目标 非常清楚的 告诉大家 说台湾这个问题 必须 就是我这一任内 必须解决 有新时代必须解决的问题 能够谈解决 不去打 能少打 不多打 但是 但是啊 时间绝对不能再给 反正你得回来 如果美国国或西方 任何国家参与 那我们就毁了他 绝不能让这个台湾成为 卡在我们嗓子的 西方的 所谓的战略的 永不沉落的航空母舰 不能变成美国第57个航空 这是习近平的原话 到今天为止 习近平从来没改 整个俄罗斯乌克兰的战争 发生之后 咱内部的战友说 习出望外 并且说 俄乌战争在前 给我们提供了 很好的要版 我们好好研究 更证明我们要快打 很打 不惜些代价的打 我是本人 跟这个习本人 有接触 他家人我都很熟 大家都知道 他的个性我很清楚